我是放牡串的 你看你在哪 雪沛 真好吃 滿對味的 我給你油黑 東坡肉縮小板 把我切到四角 先把它汆烫 把汆烫去腥以後 拿起來炸 先把蛋炸好了 再來炸肉 炸肉完以後來 全部都開始要滷了 就一個一個程序慢慢地來 稍微翻一下 目前啦 它有渣渣 我們再把它撈起來 這礦道如果滷起來 軟嫩絕對好吃的 我們先洗一下 好 水倒掉 一定要瀝乾 你沒有瀝乾 等一下下去炸的時候 它會噴出那個水 先給它冰 我們這裡有一個水煮袋 等一下要拿來炸了 加油先下去 好 先讓它熱鍋 記得這個有一個步驟很重要 熱鍋完以後差不多140度左右 我們的蛋從旁邊滑下去才不會噴起來 熱鍋完以後 轉差不多中火 我們蛋一顆一顆喔 從旁邊下去 不要用丟 千萬不要用丟的 你會噴到下去以後 開始轉大火一點點 你要翻面要持續翻面 要冰冰 你看那個水就噴開了好不好 最好你這樣子 鍋子放這樣子沒關係 讓它有一個斜度下來 等一下炸到金黃金黃 有沒有 全部都快要上色了 你看很漂亮吧 現在可以大火了 因為它已經都縮住了 水分不會再出來了 OK 關火 這蛋炸起來都很漂亮 它的一個小撇步就是這裡 從後面這裡 它有把它剪十字 它有把它剪十字 為什麼剪十字呢 因為它很容易入味 稍微就好了 你不要把我打擾 一刀下去這樣也可以啦 我自己嘗試看看 我們剛剛的油還有一點點來 用下去 它要讓它熱鍋 熱鍋完記得 你一定要用這個二砂 紅糖 來把下去下去了 下去了 避免炒會搭 有沒有那這個出來了 我們的豬肉 現在先把它轉中火就好 把我們的豬肉來 一塊一塊下去了 我先把它炒一炒讓它上色 豬肉很香 有沒有 都上色了 不要讓它炒會搭 記得 我們先轉小火 一點點五香提味就好 因為它要做紅燒肉 如果你五香太多 就壓過去了 都上色了對不對 來 醬油來 蠔油 自己吃掉 我們淡一點 讓它下去 都馬上下去 放下去 水 水差不多蓋到蛋 再加一些沒關係 我們的蔥段 還有辣椒兩根 我們等它滾了幾後 就準備 要把它蓋起來 爐個一小時 就OK了 現在沸騰呢 我們就把它軟 碎灰又要不要灰一點 就把它蓋著 一小時以後 我們就回來檢視這道 炸蛋紅燒肉 已經好了 一小時已經到了 而且啊 我們這個肉 你看 鍋鍋鍋鍋 還有它炸蛋 那我們就來嘗試 這道料理 到底成不成功 好不好吃 它的肉 外面吃起來 鹹的 可是裡面是甜的 因為有用二砂糖先炒過 這個紹興美的功能 確實不錯 絕配 請客喝醬 蠻對味的 對 蛋 有沒有 後面轉開 哇 你看它的表皮 這東西以後真的 公飽 實在 真的太好吃了 不要 掃描 庫朗扣 不要錯過精彩內容 按讚分享訂閱瘋傳媒 小鈴鐺開起來 一起來跟瘋 開起來 哈哈哈